客戶當場現場直接掀抹衣服 他就想要我直接把衣服 就是整個拉起來 變成一個就是只有遮 遮這邊的 然後把我推出去當媽的 王旭旭 他是台灣藝術大學的校花 據說現在每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光是網絡論壇上 兩個禮拜討論的話題度 就超過了55萬人次 大學的時候 陸續有上過標特版大概三次吧 然後其中的某一篇 被轉載到大陸那邊的一個論壇 在很迅速的幾天內 就是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瀏覽人次 就被台灣的媒體注意到這件事情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那個訊息 大家都在跟我講這件事 然後那時候我人在電視台的新聞部打工 然後我就上班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跟我說 欸 你就是上了 亂談了 然後現在所有新聞都在報導 這些事情 然後就非常的受從若驚 我就很驚訝 就很突然 突然新聞拿了很多你以前的照片 然後再分享 然後突然每一個網站上面 也都有好多好多的留言 好多多野結衣 嗨 大家好 都挺像的 所以在大陸那邊也 他也很受關注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大學快畢業了 我從大學期間就一直實習啊 打工啊 然後認識了很多就是業界的前輩 然後大家就是很幫忙我 就是關於畢業後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然後也介紹我工作啊 然後幫了我很多 所以其實我在畢業以前 就是未來的路都已經規劃好了 那個時候就 沒有那個勇氣去讀說 我只是因為幾張照片瞬間爆紅 我就想要往演藝圈走 因為我不是那種一開始就有這個目標 然後花了很多年 慢慢培養自己的才藝的人 我是什麼都沒有 只是因為幾張照片 我第一份工作 因為在公安公司 然後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某一個客戶就是比較嚴格 比較難去服務 那所有整個辦公室所有的人 他們都認定我絕對 做不過一個月 三個月試用期 他們認為我連一個月都做不過 很多人會因為可能外表長得 長得比較條件稍微好一些 他們就會直接說你是公主病 然後你是大小姐 那我也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選擇了一個很辛苦的公關公司 完全不敢跟記者講話的 一開始去的時候 跟記者講話是會很緊張 就是會抖 然後我還要把所有我想要講的重點 怎麼樣開頭 因為大家還不記得你 你要怎麼樣介紹你自己 然後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那怎麼樣可以得到他的聯絡資訊 怎麼樣可以可能要到LINE 就是讓你跟這個記者之間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這個東西全部都要打好在我的螢幕上 然後點開那個頁面跟記者講話 然後照稿一個一個念 就太緊張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通電話 其實打給一個其實脾氣很好的一個大哥 記者大哥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講話就是緊張到不行 然後講話超級笑聲 他完全聽不到我在說什麼 我就緊張到不行 然後也沒有問到我要的答案 因為就被躺塞掉了 那後來掛掉那通電話之後 然後我隔壁的同事就問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害怕 你講話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又幫某一個客戶辦一個 就是在一個活動上 那那個時候其他的品牌都有 都有很多的model穿得很厲害 然後會有很多的美光燈焦點在他們身上 客戶當場現場直接掀抹衣服 他就想要我直接把衣服 然後就是整個拉起來變成一個 就是只有遮這邊的 然後把我推出去當媽的 可是對我來說 你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你現場這麼多人在 你直接做這個行為 我當下是灑住的 我沒有特別反應什麼 後來我想起來也很生氣 那過一段時間覺得 也是我自己不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快兩年半吧 也因為這個懵懂無知 就這樣慢慢做下去了 剛畢業那段時期就是因為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這樣默默默默一個人 就這樣忍過來了 還蠻奇妙的 那也希望在因為有一段 這麼辛苦的工作的經歷了以後 能夠讓人家洗掉這樣子的影響 所以我花很多的心力去去證明這件事情 我離開的時候 有超級多人就是一直請我吃飯 超級多記者請我吃飯啊什麼的 然後大家就跟我分享了很多 很多更多更多的話 那那個時候是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在你還沒有到這個公司以前 就被所有人傳開 那大家就會可能會開始討論說 你知道接下來有個網美要來這裡上班嗎 但是它的第一反應不一定是有惡意的 可是就會覺得那應該就是一個小花瓶 很容易會有這個陷入為主管你 那你必須要花更大的心力去說服這件事情 已經過了那個可以拿時間跟輕鬆去 去堵住的那個時期 其實現在的狀況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挺好就是我有我的工作 我知道我未來在職場方面 可以往哪個方向發展繼續學習 然後我的生活又是可以很自然的跟家人 跟朋友在外面逛街在外面玩 我在網路的社群上又還是有一些人在關注我 然後讓我不管是有一些可能是拍照的case 或者是出血證書 就是我也等於說我有兩個世界可以同時並行 它又不會干擾到我的私生活 就是目前對於這個現狀已經是很滿足 我慢慢到去年開始才認知到一件事情 就是雖然可能平台上的關注有一定的量 可是可能三分之一才是真的粉絲 另外三分之一是你認識的朋友 可能聽過你的人 對你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就是很中立的一個角色 另外三分之一可能也是討厭你的人 就是你並不是因為一個追蹤術裡面 這些人都是愛你的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可能只是想要看看你這個人都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有些人可能是我就想看你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慢慢慢慢了解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你自己 就是保持自己想要的心態 然後過開心的生活就好 其實我很宅耶 假日我是完完全全都在家裡哪都不去 我就是會不斷的打電動看漫畫 然後看動畫看小說就是不斷的repeat 然後就只待在我的床上什麼事都不做 我就是一直抱著手機或是電動 然後很頹廢很頹廢過我的假日 我要什麼事都不用想整個人放空 然後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就會覺得我得到了最高待遇的放鬆 我每天都在玩薩爾大傳說 雖然它是去年就已經紅的遊戲 可是因為我最近才得到它 那它就是我理想型的遊戲 理想型遊戲就是完全地圖是開放式的 除了女生愛的那些少女漫畫以外 我喜歡那種熱血的動漫 上班的途中我都會聽一些熱血動漫的歌 因為他們就很高昂然後很激動 然後就讓你覺得今天早上很有動力 是不是也會一起吃便當 請你們兩位就只說了吧 拜託了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我就是還是很想當日本的生意 因為我真的很愛看動漫 那可是我是到長大了以後才知道有聲優的這個角色 就是一直把它供奉成我人生的一個夢想 我好像越聽越不懂了 就是可能日文會講 可是也沒有好到可以看得懂 然後去配音的level 也沒有那個機會去跑去日本 然後還真的去比如說生優的學校學習什麼的 就是沒有 這輩子可能已經無緣了 我不知道我是這麼想的啦 就是如果下輩子可以 或者人生可以重來的話 我的夢想就是跑去日本 然後當生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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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